Hello 大家好 我是Mr.Edmond So 今天會來講的就是 Hong Kong Mathematics High Achievers Selection Contest 這一條應該是2015.16的甲部份第一條來的 我們先看看題目 審一審題 The figures show are seven pointed stars find the sum of the seven marked angles 其實那個原裝的題目 只有一個圖形 就像現在畫面上的展示給你看這個圖形 不過我稍後要解釋 所以我特意弄出一個圖形 我們來看看 通常這些多邊形角 我們都是玩外角的 我還有這個所謂的紫色 紫色其實對落可能有一個角 這個角做了三角 或者是另一個角 我其實都試過了 原來每個角都是差不多 只不過你坐落的三角形在哪裡 第一隻角 加第二隻角 就會是第三隻角的外角 我就嘗試用一個 線去代表一個外角 OK? 然後下一步 你就要看的就是看這隻 OK? 這一個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紫色這隻角 本來就是對著兩隻角 那如果你隨便選擇了那邊的話 那剩下這隻角 就一定要對另一個三角 那一對出來 原來它只能夠對到 是這一個的 那我只能寫紅色的三角 好了 第一隻角 加第二隻角 第一隻角 加第二隻角 就會等於第三隻角的外角 那我又寫在這裏 那我看看 到底這裏有什麼角 哦 原來只能對著這裏 那我就顯示完了 然後呢 照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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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我就可以用一個對角的形式 就是 Vertically Opposites Angle 就搬了過來 然後呢 我就會再製造一隻 呢 我用黃色角去表示 那就是這隻都是外角來的 這隻外角就是 Pheta加Alpha OK 那其實這隻就含有了四隻角的了 因為 Pheta就本身包了兩隻藍色角 而Alpha就本身包了兩隻紅色角 所以這裏包了四隻角 至於最後這一個 紫色這隻角呢 那就簡單了 我們只需要將它移過去 OK 那所以呢 那七隻角加起來呢 就會是180度 因為呢 它們全部都可以在 這一個的三角形裡面 找到出來的 好 OK 那我已經準備了另一種畫法 這一隻紫色角 這邊也是紫色角 對不對 那我最初第一幅畫呢 就用了 就是 靠左邊那個 這次呢 我反過來用了 靠右邊那個 原來都是一樣玩法的 所以整個遊戲只有一個玩法 就是不斷地返回外國 然後呢 就放回這個 relay 回到一個的三角形那裏 好 那第一條就講完了 拿到第二條了 好 第二題呢 我們先審一審題先 中文啦 中文啦 整個正方形 就被分成為14個全等長方形 每一個長方形的面積呢 就是2016 求正方形的周界 那現在你圖中看到呢 就是將 我們嘗試將一個正方形 就是這樣切切切切切 切切切了14個長方形出來 那每一條的所謂的 寬度 我們叫X 那全長呢 就應該是14個X來的 那與此同時呢 就是說 這個長方形的邊長呢 就一定是14X的了 OK 好 這樣就簡單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每一個的圖角呢 都是14X乘X的 就是14X的二次 OK 這樣的話呢 除了之後呢 應該是144來的 那我們就說呢 X呢 就肯定是12來的了 那所以呢 周界都很快可以計到的了 就是14X乘4 就是四條邊 OK 那麼 14X乘4 就是56X 那我代回12下去 就是672的了 這條也都算完了 好了 接下來第三題 我們要審題了 是一個足球場邊 放了216張椅子 就是以這個包圍的狀態 放了266張椅子 當N人就座之後 下一個人 無論選擇任何位置 都會呢 至少預改N個人 始終其中一個人 相連球 N的最少值 那我就要示範 畫一些的例子 給大家看先 那麼 講述了一個 什麼叫做 跟其他人 不會 至少跟一人相連 我們會看到畫面 彈了12個椅子出來的 那我呢 就放些人下去 令到呢 一會兒就沒有人是 坐下來呢 是不會坐在其他人旁邊的 譬如說我隨便找一點 就是起點 接著我就會隔兩個 放一個人的 那你一會兒看看 為什麼隔兩個人 放一個人 OK 那你就會看到 這裡呢 就有12張椅子 就是3個一數 3個一數 3個一數 包住四邊 接著 為什麼我會這樣放呢 你留意 如果有個人 坐在這裡的話 有個人坐在這裡 藍色的 他會立即和旁邊的 那個 交叉的人 坐在一起 那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隔兩個 一數呢 因為呢 我另一個人 我說我離開這個人 我坐在這裡 可以嗎 那他就會和另一個 交叉就坐在一起 OK 那 那12張椅子 我們就解釋了 我們嘗試看多幾個個個案子 那畫面上的那一小戲呢 就做了三個例子 給大家看的 那我們再來多次 那 第一個呢 就隨便打了交叉之後 接著隔兩個位 就打了交叉 那的話呢 就會 形成了 無論是 左右呢 已經occupy了 左右occupy了 就不可以有人再坐 一坐就坐在旁邊了 接著如此類的呢 全部都是隔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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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呢 就在這裡做隨數的 就三個一排 三個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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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我這個畫呢 會加多一個人下去呢 就不可以只是五個人 因為他多了一張椅子 那這張椅子呢 就 如果我們 不放多一個人下去 那就會出現了 有一個人就會坐到下去 比如說他坐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就成功地 避過了兩個交叉人的了 OK 那再看的就是二十張椅子 二十張椅子呢 其實每邊就五張 OK 那就是三個一數 三個一數 三個一數 我們要確保呢 坐下去呢 就一定 比如說中間這兩個呢 他不中第一個交叉人 就中第二個交叉人了 OK 那我們到最後的時候呢 這裡呢 又有一個盲點位的 那我們 因為剩下兩張椅子 如果三個一數 二十張椅子就一定會剩下兩張椅子 三個一數的話 所以呢 我們就要加多一張的 那二十四張椅子呢 又好像回到十二張椅子的情況 因為二十四和十二 同時間都可以被三除得盡的 那就不用說 在除完之後呢 就再加多一個人 三個一數 三個一數 數得盡的 OK 所以呢 所以呢 現在呢 這個題目呢 就說有二百零四張椅子 I'm sorry 二... 二... 二零一六張椅子的 OK 如果 如果 我們只要有六百七十二個人 那我們就可以做到類似這種情況 一旦有人坐下來 就會坐在旁邊的了 OK 那第三題都解完的了 那如果我還有一個小總結 這個方法 小總結就是 原來我們遇到一些很大的數字的時候 我們會先用一些小數字去思考 因為小的數字呢 我們真的可以用窮舉法 窮舉出來的 OK 那窮舉了一次之後呢 就不可能是一個答案來的 那我們可能呢 就會不斷地加等下去試的 OK 這樣試多幾個呢 我們才有機會 general的一個 叫做 astralize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把它抽象化了 就是 如果我們幾個小數字 適用的話 我們會發現 原來我們不斷地 三個一數 三個一數 其實是隨三 就想起隨二三的概念 但是有時候隨不進 那怎麼辦呢 因為呢 你隨二三有三個可能性 因為呢 就是沒有餘數 那就是餘數是零 第二個就是餘數是一 第三個就是餘數是二 那剛才呢 我就試了餘數是一 餘數是二 那我就試了一個循環 回來的 那我才可以 得出了這個 的 我們叫做 generalize 將它一般化了的理論 就是將那個數字幾大 都對我們沒有影響的理論 好 多謝大家 那這節結束了 拜拜 那我會知道 那我會知道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那我會知道 是一段時間 那我會知道 我們會知道